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湾新国病肺癌之秘特别报道 我是秦林谦 这个小时我们跟康健杂志合作 要带您从我们的健康进而了解到我们的环境问题 肺癌是国人癌症的头号杀手死亡率居冠 也被称为是台湾新国病 而空污则是造成肺癌的重要成因之一 来看看空气污染大致分为像是境外污染物 还有一次性污染物像是一氧化碳 氮氧化物流氧化物 以及悬浮微粒PM10跟PM2.5 还有衍生性的污染物像是臭氧等等 再来看2020年的六度空气指标年均值 高雄71数字越大代表空污情况越严重 台南66台中是57 新北52 桃源51 台北49 也就是说高雄的空气品质是最糟糕的了 而其中小港区的大林浦更是长期被工业区 油槽还有烟囱包围饱受环境的污染 那么在大林浦这边有600间的工厂 跟多达891只的烟囱 居民除了不断要求政府改善环境污染 当然也希望能够千村搬离这个污染严重 不适合居住的地方 拿出一大碟看胸腔科的收据 陈阿姨说两年前确诊罹患肺性癌时 她坐在医院大哭 回想2016年做健检 发现肺部有毛玻璃状病灶 0.5公分左右 医生说追踪就好 之后陈阿姨去找住美国的孩子 2019年4月回来的时候 我想说我差两三年都没有追踪 他追踪看看 照出来跟原来的一模一样 9月再来那一拜 他本来是安省10月 结果他就提请9月 我就说好啊 我追出来 已经0.8了 等我回到台湾来 半年的时间 我就长了0.3公分 连医生都觉得很吓人 幸运的是早期筛检出 很快开刀切除 只是陈阿姨还没度过 癌症的五年存活率追踪期 2021年却又发现 没发生我再生一粒 再生一粒 也是一样这个物状的 那个玻璃 毛玻璃状 他们的形容是毛玻璃状 那我现在还是要追踪 所以就是表示我在污染的 这个空间 这个空气里头 我不但这里会离病 我别的地方 肺也是一样 你来起相同呼吸这样子的空气 就是那个危险很 这个高危险群是很高的 因为我这里好像方圆 不到30公斤吧 就三个是肺腺来的 邻近住户肺腺癌的比例高得惊人 没得癌症前 陈阿姨就一直为家乡环境发生 她带着我们爬上住家顶楼 看看他们的日常 这个是两个礼拜就变成这样子 这是夏天 冬天的话 大概三天就变成这样子 轻轻一抹沙门 手就黑了 地板也是要常常清 陈阿姨看着前方冒烟的工厂烟囱 空气污染是大陵埔居民心中的痛 从顶楼望过去可以看到大陵埔是被重工业包围的孤岛 他们被800多根烟囱三面环村 这边有台电发电厂 中油炼油厂 台船中钢 大大小小几百个工厂 大陵埔是史上第一个因为空污千村的案例 几百年的聚落即将消失 从国小至高点看大陵埔 就是在烟囱下夹缝求生 当年英陵海工业区各场陆续进驻 农田消失沙滩不见 在校园无忧无虑踢着足球的学生 还不知道大人们有多担忧 自己的故乡都以前是靠海 小时候都会跑到河堤山 一张张大陵埔老照片 是里长洪富贤的乡愁 人明明还在故乡 却此情此景越来越陌生 其实我刚开始的话 是因为买这个空拍机 是看到自己的故乡变成这样 其实最主要的是要抓看看 有没有空无 哪没讲 他拿出三四年前的空拍影片 冬季天空就是雾茫茫 很难看到蓝天白云 而更心痛的冲击 还有这一大本 居民申请住院补助的诊断书 好多诊断证明 写着肺癌肺炎肝癌肝癌等等 分成两部分过世的治疗中的 说实在的看到这种状况的话 我们觉得很难过 因为毕竟乡亲也是自己的家人一样 那时候坦白讲 因为爸爸也是癌症 其实讲到这些 我觉得很心酸 大肠癌的蛮多的 肺先癌肺癌的 那这些东西你说不是空屋的问题吗 不是环境的问题吗 那不管是我们的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是不是要针对 这些特殊公益局旁边的一些 敏感地带的一些居民 去做一些流行病学调查 洪富贤讲到哽咽 身上的T恤写着大林仆西南风 这是他办音乐祭的名称 取名来由是因为 居民想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只有靠短短几个月 吹起的西南风 我不是住在工业区旁边 我是我的家乡被盖工业区 主管的机关 他们的思维就是没有改变 他们还是会认为说 经济发展可能会高于一切 可是我们一直要告诉他们说 经济发展跟环境 并不是相互对立的 以现在欧盟或是世界先进国家来讲 他们是既经济发展 同时又做到环境保护 就是零碳 然后绿色的转型这样子 可是我们好像都还是 停留在传统的石化啦 钢铁啦 水泥纺织这种的思维里面 而这种空气污染 其实就是一种慢性的 长期的在谋杀我们市民的生命 而民众长期暴露在空气污染的环境中 医院门诊就像警铃 那我本身也来小港医院 大概有七八年了 之前我在高医的时候 跟小港医院来比较 发现这边过敏的比例 大概会比其他市区 过敏气污染比例大概多个两三成 所以这些居民 而且在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他来门诊的机会就会比较高 那也可以发现他来门诊的时候 他的严重度比较高 我们的脚步往北走 来到云林县台西乡 台湾最大的石化工业区六清是他们的邻居 59岁的工村长从小在这边长大 加上在做藏仪工作感触相当深 台大工卫研究团队曾有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论文 研究对象是2388位年龄35岁以上 长期居住在六清附近的人 将他们分成两组 高铺路组是指住在六清方圆10公里内的台西麦寮 还有10公里外的低铺路组乡镇 研究发现台西麦寮居民的癌症发生率 是低铺路组的1.29倍 而台西麦寮居民尿益州 也有比较高浓度的 生隔拱千帆等致癌重金属 小时候是不会有什么癌症 或是什么症 很少听到就对了 很少听 就是以前那个老人家如果过往的话 都差不多都是老死的 现在自从六清下来的话 就已经这个癌症 这个癌肺癌肝癌什么癌都出来了 多年前WHO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 就将空气污染物正式列为一级致癌物 国内外有越来越多研究 试图找出空污和癌症肺癌间的关联 台湾的癌症登记报告是用患者的户籍地 和县市户籍人口来计算各地癌症发生率 但是涉及地点不见得是常驻地 为了想更了解台湾肺癌的区域分布 康健杂志将健保资料库中 2010到2020年每位第一次确诊肺癌的患者 在前一个十年也就是2000年到2009年间 因为感冒就医次数最多的地点 当作实际生活地点 再用时间点最接近的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来算 发现中部区域包括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和云林 肺癌发生情形是全台最严重 每10万人有62.17人得肺癌 而中部吸烟率最低 人口结构也不是最老 那环境有没有可能是致病因素呢 另外第二名是南部区域 包括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澎湖县 每10万人有57.59人得肺癌 另外是东部北部金马 前两名中部南部都是重工业比较多 不过数据是大区域来看 无法凸显较小范围地点的严重程度 曾经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空污没有最低安全剂量 换句话说就是吸入越少越好 那政府就必须更积极面对处理工业的排放 从严把关不让民众惶惶不安 我们就继续深入带你来了解 大林浦这边的空污状况有多严重 事实上环保署从民国106年底 就开始针对大林浦地区进行环境及健康风险的评估 主要对于沿海六个里的居民饮用水 饮食土壤空气进行四季的采样跟分析 就真的发现造成区民健康危害的有六大物质 包括了本丁二锡绿乙锡二绿乙碗丙溪金丙溪泉 而污染源不只是固定的污染源工业 还有像是移动的污染源 汽机车柴油车船舶等等 云林托梅 云林托梅 这群情中发生的黄源河老师家乡就在云林台西 当年父亲生病他心痛又困惑 我父亲2011年确诊有肺癌 后来被台北都没事了 回来这里就发作 然后中间老人家一直不会很想住台北 就偶尔就想回来散步 一回来就送去医院 一回来就发作 一回来就发作 刚好都秋冬春的时候 亲戚邻居得癌症的也不少 而对老家变化的记忆 还有很多是来自气味的冲击 2012年就是有一次我就去找说 奇怪为什么这边是谁在喷农药这么臭 而且是好像喷满大量 就是走过来臭那里臭 问说我以为是我们隔壁 然后我说你是喷什么怎么这么臭 说我没有喷啊 我说没有吗 再去闻 真的好像不是只有这里有 到处都有 后来我开车去看到底谁在喷农药 找不到人家在喷农药 才比较靠北边的人才说 你不知道是六青的味道 我说六青味道这么严重 有的是类似农药味 有的是类似猪屎味 有的是酸酸的 空气中的味道 癌症让在地人不得不怀疑 6天的离拜空气中的 这次有的人 咬到 有什么镜头啊 有什么病啊 现在 专专毛病啦 老个爱症丝业啦 那毛病不够了啦 常常被闭到的炒味 你闭到的不怀疼 现在还有吗 現在是有比較久一點 也是晚上用幾天才有更多的 六青是全台灣最大的石化園區 也是碳排放的大戶 根據環保團體公布的手動PM2.5監測資料來看 在過去八年也就是2013到2020年間 當中有七年的時間雲林縣都是空氣品質最差的縣市 我們現在走在的是台西鄉的村落當中 可以看到有越來越多的空房子 因為當地的居民說有越來越多的人根本不敢住在這裡 空屋 屋空了 不敢住的 走不了的 還有新系家鄉奮戰的 專注的拉著板湖 悠揚情生裡是對這片土地的柔情 洪秀菊是藥健康婆婆媽團高雄團長 他住在空污嚴重的大林樸 曾經政府對領海工業區居民做健康檢查發現 一百坑五年檢查有將近七成 生比較高 血液比較高 這一次有做那個血液的含尿液的那個重金屬檢查 只有針對只有我們知道的只有生這一種 他有圖表是將近七成的人都高於我們國內的標準值 那有積深 無積深 他是這樣解釋說 生呢 有有積深 無積深 有好的有不好的 是政府呢 怕我們知道真相 還是那真相就一直把它掩蓋著 洪秀菊的健檢報告 身能濃度149 超過標準值100 到底是接觸到什麼 讓體內身超標 大家人心惶惶 而洪秀菊的先生黃毅一 這一兩年來 身體出了狀況 去門診看胸腔哥到小港醫院 去看之前 我為什麼走路會喘 檢查出來說我的胸部整個都黑掉 為什麼會黑掉 我問他 他跟我講說你住在哪裡 我跟他講我住在大林埔 難怪是這樣 裡面那邊空氣不好 空氣汙染 為什麼都叫他們不要回來 他們每次回來就會過敏 不舒服 希望孩子多回老家 又捨不得他們不舒服 父母的心在拉扯 黃毅英 洪秀菊夫妻 兩人都是環保鬥士 他們說這一代若沒有解決空污 那就是對不起下一代 而居民們想知道 政府在對抗空污到底改善了什麼 以這幾年細懸浮為例 PM2.5年平均濃度來說 有逐年減量 根據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年報 109年PM2.5手動監測數值 台灣年平均濃度是14.1維克每立方公尺 終於比國家標準15要低 只是各縣市PM2.5年平均濃度 台中以南縣市全數超標 第一名是雲林縣20.8維克每立方公尺 接著嘉義市20.3 第三是高雄市前津側20.1維克每立方公尺 第四第五名是屏東19.9和台南18.3 而再看WHO建議的安全值是10維克每立方公尺 地廣人西的美國定的是12維克每立方公尺 以台灣這樣的標準 民眾真的有感嗎 我們用肉眼看 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今天好像空氣中汙茫茫了 但是其實PM2.5大概不用到紅亥就已經汙茫茫了 改善幅度沒有到 整個能見度好這麼多 所以不容易感覺到那個改善 當然很多人會說 台灣現在公尺15也不算太鬆了 細旋復揮力對人體健康影響的研究都不斷的出爐 包括國外的研究 包括台灣自己國衛院的實證研究 都證實年均值15維克的PM2.5標準是不足以保護國人的健康 既然已經有科學事實作為基礎 我認為我們在行政端就應該往下修 而對健康的危害 除了關注PM2.5濃度高低 國衛院副研究員陳育正團隊 2021年發表在國際期刊上的研究開啟了新的方向 我舉個例子好 台北的質量濃度是10跟高雄的質量濃度是10的話 或是兩個都是30的話 我想對健康的影響可能不一樣 因為台北的污染源跟高雄的污染源 因為裡面的PM2.5的成分可能不一樣 它的毒性可能不一樣 那成分它就會有指紋特徵 成分就會有毒性特徵 所以我們才會講說如果成分的落寡 毒性的大小 那會連減到污染源的排放 金屬物質可以辨識污染源 研究團隊在2016到2018年間 選擇台北嘉義高雄花蓮四個地區 每三天測量一次PM2.5夾帶的跟致肺癌風險有關的金屬成分 換算成致癌風險值 推估各個污染源對致癌風險的貢獻程度 研究發現在紅色警戒區裡的是 高雄的鐵礦和鋼鐵工廠帶來的 個、涅、鉛、猛、濃度和毒性都相當高 是政府最需要優先控制的 另外嘉義一帶的鋼鐵燃燃燃工廠等等 還有台北的交通排放也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高雄的鋼鐵廠的排放 在所有地區裡面 所有污染源裡面 我們是覺得是需要地位被控制的 因為我們發現說嘉義 好像我們是在嘉義大學做 在嘉義大學做附近也沒什麼大的工廠 或者是比較顯著的排放源 可是我們發現裡面的深 裡面的鉛 還有SB 它濃度比較高 那這幾個金屬其實它是跟燃煤的排放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會懷疑是說 是不是從它比較上面的 比如說台中火力發電廠 或者是從這個六青他們有做燃煤電廠 或者是其他中小型企業 他們有燒這個燃煤的這個鍋爐所排放 從毒性的角度去看 優先找出要控制的污染源可以比較有效益 就是鼻炎癌 而它的基質就是大腸癌 而前任的里長 也是因為肝癌死亡 所以說 大部分一些機制在這邊的居民 他們都就是很擔憂 他們的健康狀況會出問題 短短一條路承載多個家庭巨大傷痛 24小時和工廠飄散的煙共存 只有無可奈何 台灣很小伴隨風向 空氣污染不會只影響一條街一個縣市 那不是他們的事 是我們一起的事 關心環境監督政府 彼此事呼吸共同體 再來看台灣肺癌發生人數逐年的上升 大家都知道 抽菸會增加罹患肺癌的機率 但我們要帶您從數據來看看 這個是台灣從1994年到2020年 男女死利抽菸的變化 其實很明顯可以看到 尤其是男性 抽菸比例其實是逐年降低的 可是再來看看 罹患肺癌的人數並沒有因為 抽菸的減少而降低 反而男女罹患肺癌的人數 我們看到這個縣市不斷的往上升 尤其女性患者增加的人數更是明顯 而2018年 女性罹患肺癌的人數多達6921人 其中高達88%都是罹患肺腺癌 而罹患肺腺癌的主因 從二手煙烘烹飪到空污都有 吸煙不再是罹患肺癌的最關鍵因素 手術第二十四天 用呼吸訓練器吹起三顆球 前主播蕭童文忍不住哽咽了 因為那個努力復健的過程 自己最清楚 開完到第二天開始 就推著點滴架繞行醫院樓層 聽從醫師嘱咐每天走一萬步 當劍檢發現罹患肺腺癌時 他說問了醫生一個很多人都會問的問題 那就是我為什麼會得 我沒有肺癌的家族史 我沒有抽菸 那我平常也不在所謂的高風險區 也就是說可能有些人覺得是空污很嚴重的地區 中南部 我也不住在這裡 我一輩子都住台北 我真的沒有任何的 我覺得的高風險的因子 煮飯啦 我說是有煮飯 可是我也沒有天天煮 這個問題難有答案 蕭童文說自己是幸運的 早期發現不用化療 開刀切除就能治癒 而從確診肺腺癌後 他一直很平穩的心情 到了手術前一晚 決定用手機打封 萬一怎麼了的告別信給孩子們 給女兒的信 才剛打親愛的眉包幾個字 就情緒潰蹄 只有在那個時候 我才有感覺到一點點害怕 那那個害怕是 害怕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機會 可以把自己對家人的愛 尤其是對孩子的愛很完整的告訴他們 就算是哭成那樣打了一封信 我交代的事情 我想要對他們訴說的情感 都不到我心裡面真實感受的千萬分之一 沒有任何症狀癌症悄悄上身 蕭童文更加注意生活中可能的致癌因子 讓我覺得壓力非常大的是 我出去外面走路的時候 因為我從開完刀的隔天開始 我就是每天要日行萬步 出院之後我也是每天一樣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其實就是繞著外面走 比如說公園啊什麼 可是其實我當我出去的時候 我有時候是在晚餐後出去 我會聞到非常多 從別家飄出來的油煙味 我會碰到非常多在路邊抽煙的人 還有很多汽車排放出來的廢氣 我每天走的時候我都覺得好害怕 我沒有一次是沒有戴口罩在走路 在過去肺癌被認為主要是因為抽煙導致 但現況有了變化 根據國民健康署的資料顯示 男性吸煙率從1990年的快60% 2020年下降到23.1% 女性吸煙率30年前是3.8% 現在是2.9% 一直以來都很低 而整體國民吸煙率從32.5% 降到2020年的13%下降了六成 但看看罹患肺癌人數 卻沒有因為吸煙率大幅降低而變少 1990年全台灣有2944人得肺癌 之後逐年增加 到了2014年全國有1萬2千多人 2015 2016年1萬3千多人 來到2018年時已經有1萬5千多人得肺癌 不吸煙的肺癌是現在比吸煙的還要多 假如我們看肺癌的病人 我們去好好問說你到底有沒有抽煙 分析肺癌類型中和抽煙比較有關的是小細胞癌和零狀細胞癌在占比上已經下降 但是和抽煙關係相對小的肺腺癌在所有肺癌種類中的占比 以男性來說從20幾年前的25%上升到58% 女性的話則是從39%上升到88% 數據相當驚人 為了釐清不吸煙肺癌患者的治病機制 中研院化學所和台大醫學院內科教授楊潘池等人的研究有重大突破 這篇發表在國際頂尖期刊Sale的研究分析103位肺癌病患 發現肺腺癌癌變和人體內一組酵素的突變特征很有關 在離癌患者中有74%從未吸煙的年輕女性和所有無肺癌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驅動突變的女性患者 她們體內這個酵素突變特征程度高 而研究也發現暴露於致癌物中引起的基因突變 年紀比較大的女性受影響程度高 某一些環境的治癌原 它產生了這些傷害以後 讓正常細胞變成癌細胞以後 它的基因會產生一些特別的印記 特別的標誌會出來 我們看到的是在比較年紀大的這些人 他跟環境的治癌原產生的變化比較有關係 跟那個空氣污染裡面的一些裡面的治癌物是有關係的 食物保存的這些化學藥物是化學劑是有關係的 肺癌可能跟空污吃的東西有關 而楊炭池也提醒空污對健康的危害不是只有肺癌 空污引起最多最多對人類的傷害是腦血管疾病跟心臟血管疾病 中風跟心臟血管疾病是兩個是遠比肺癌還要多很多 所以空污是可以解釋肺癌的增加 要改善空污除了把關固定污染源也就是工業區的排放 還有移動污染源也很重要 以高雄來說每天有三萬多輛大型柴油車趴趴走 在路上我們就直擊到不斷噴出黑煙的柴油車 而現在中央對大型柴油車還沒有排氣定期檢查制度 在交通部本身它對於車輛有安全的檢查 檢查整個車輛的安全的裝置或者一些煞車系統等等 那我們負責的執掌是排氣 一起跟交通部在延商說希望安檢跟排氣 這兩件事情能夠同一個地點去進行 政府必須盡快拿出辦法來 工業型縣市大型柴油車不少 對空氣品質來說雪上加霜 車子開進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站後 檢測人員用鏈子固定車體避免晃動 推逐積存物主要是我們因為排氣管有一些積碳 所以它需要我們依照目前現行的檢測方法 它需要可以試踩三次 之後把取樣槍放到排氣管裡等等一採油門就可以檢測車子的不透光率也就是黑煙濃度不同 其別的車輛有不同門檻值超過就開罰會來檢測的柴油車可能是環保局稀查人員在路邊目測判煙或是民眾檢舉也有想取得自主管理標章的車輛 其實都會行的縣市也要注意移動污染源台北市設立了全國第一個都會行空氣品質維護區範圍包括市府台北和南港三處交通 轉運站還有陽明山公園故宮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中列祠和101大樓六處觀光景點只要是進入到空品區的柴油 馬克貨車或小貨車都必須取得優級自主管理標章 否則一旦被車牌辨識系統揪出就會開罰 我們這個構想其實仿造國外的一個做法 像其他國家巴黎或者倫敦還有類似低污染防治區的劃設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因為台北市它其實沒有大型的工廠 那移動污染源就是車輛的廢棄是主要的空氣污染的來源之一 而且我們的整個車輛的密度是台灣的大概是10倍以上 那柴油車因為它目前就是還沒有實施相關的定解 所以我們為了縣市政府就是為了要提升整個柴油車的納管率 所以才會有剛剛提到的化設空氣品質維護區的這樣的強制的手段 柴油廢棄已經被WHO列為一級致癌物 車輛就在我們的生活周遭 肺癌是隱形殺手吞噬國人的健康 容易危害人體的污染源需要政府從嚴罷關 室外空氣污染越嚴重 大家可能就會越想要待在室內觀景門窗 但是您知道嗎 其實室內的空氣有時候可能比室外還要髒 而室內的空污更是藏在您沒有注意到的角落 室內常見的空污包括像是總揮發性的有機物 油漆建材清潔用品都會有還有懸浮為例 懸浮為例是最難察覺的空污了 另外像是甲醛 建築裝潢常會有以及一氧化碳跟二氧化碳 那麼要如何讓室內的空氣品質變好呢 除了要開窗戶保持這個空氣的通風良好之外 很多人也都會擺放空氣濾鏡機 空氣清淨機 但是這種空氣清淨機的擺放位置要提醒大家 因為它的氣口噴流的範圍有限 所以要擺在活動頻繁的區域 而不是放在角落 戶外空氣污染物多 工業排放 交通工具廢棄 讓人心驚膽戰 那待在室內就比較安全嗎 你好 環保局室內空氣品質到家診斷服務 那您比較想瞭解區塊有哪部分呢 就我現在居住的地方就是樓上的房間 那一樓的店面需要嗎 一樓的店面也幫我測一下 OK 好 檢測人員使用植毒式儀器量測 人避免太靠近才不會產生干擾 檢測項目包括二氧化碳一氧化碳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甲醛臭氧PM2.5PM10 檢測時不只看污染物有沒有超標 也會搭配溫度濕度分析 一樓餐廳檢測完再往樓上住家量測 而除了看儀器數值 檢測人員也會觀察環境給你建議 以這位民眾來講 店面和住處通通過關 但還是得注意 測值多少 二氧化碳687 687 一氧化碳3.5 3.5 TPOC0.013 0.013 我們剛剛檢測一樓的店家的部分 二氧化碳濃度比較接近我們的標準1000的狀況 那因為那邊相對比較密閉一點點 那我們會建議就是適度的開啟一些門窗來做一個同盟換氣 那假設我們顧客人數比較多的話 那可能開窗換氣的頻率也不要需要增加一點點 嘉義士環保局從2018年開始委託嘉南藥理大學 提供室內空氣品質到家診斷服務 開放民眾申請 三年多的到宅檢測發現 我們從107年提供服務到現在 檢測出來大概比較主要的一個空污來源 包括了裝潢建材的影響 再來就是 它可能室內通風換氣 它不佳再來就是烹飪 烹飪主菜 還有室內的一個燒香行為 然後它佔最大比例的是 裝潢建材的部分 大概有佔了62%的比例 然後這個是一個屋主委託 我們來量測一下它的一個 新裝潢的一個客廳的一個狀況 那它有裝潢一些系統櫃啊 或是一些桌櫃等等的一個物品 這戶主家裝潢好差不多五個月左右 客廳雖然做了不少系統櫃 但一樓檢測都沒問題 而屋主最擔心的是小孩房間裡 新買的衣櫥和書桌 一開始我們剛進來是聞到一些淡淡的味道 新家具有一些假權位 讓父母很擔心 量測出來數值合格 檢測人員評估 因為房間都有開窗通風良好 而剛裝潢好的房子特別需要空氣流通 大概有一個住戶啦 他是大概三年前有做裝潢 但是因為他可能自己不喜歡開窗 所以我們去幫他做檢測之後 發現他三年後他的一個室內空間 他的一個假權的含量 是高於標準值的一個12倍的部分 但是他只要馬上通風換氣開窗之後 他其實大概過了5到10分鐘 他室內的一個空氣污染物的濃度 就會降到標準值以下了 不管有沒有裝潢 環保局建議住家每天都要開窗通風 至少30分鐘促進室內空氣流動循環 書桌或是衣櫥的部分 它都是一個合板性的一個材料 那他在聚合的過程中需要一些膠濁劑使用 所以會可能會用一些用使用到一些化學飲料 那可能會含有一些假權跟揮發性的一個含量在裡面 那經過我們在我們的使用過程中 可能會一散到我們空氣中 那對我們人體造成一些健康性的影響 假權是一級致癌物 很常用在黏著劑 建築材料中 像是木質 貼皮 櫥櫃 隔板等等 假權的釋放期可以長達3到15年 非常驚人 專家建議也不要過度裝潢 而室內空氣污染常在不知不覺中 冷氣機的濾網出風口會累積灰塵 容易產生細菌和黴菌 最好每半年清洗一次 否則越激越髒 吹進室內 危害人體健康 除了住家要注意 根據國家衛生研究院2015到2017年間 在新竹市苗栗縣頭份市的監測數據來看 住家以外的室內場所 以平均值來說 PM2.5濃度 寺廟75.2維克每立方公尺最高 第二名是理髮廳59.6 再來是餐廳54.6 第四名的學生宿舍43.1 以及醫院33 戶外場所PM2.5的第一名 是夜室60.4維克 接著是傳統市場 而交通工具的第一名則是機車 餐廳的PM2.5濃度高 烹調方式和場所通風都會影響 若將室內和室外污染物的比值為指標 大於1時代表室內可能有潛在污染源 其中韓式燒烤還有鐵板燒 早餐店PM2.5濃度都比較高 我們空有分成粒狀跟氣狀 粒狀就是我們常講的PM2.5PM10 那這些粒狀的一些污染物質 它事實上會沾到很多像中金屬塑化劑 這些東西讓你吸到你的體內 那就會對你的肺部產生影響 也會導致你的過敏 那另外一個我們常見在室內的 叫做VOC 揮發性有機氣體 比如說像甲醛 可以放一些植栽 比如說像虎尾蘭 我們發現它對一些氣狀的污染物 像甲醛 它大概我們的研究大概可以降低 大概百分之三四十的一個甲醛的量 再加百對植物能降低PM2.5濃度 像是可以種虎尾蘭 黃金葛 非洲井 山蘇和蕨類等植物 根據環保署研究 一平方公尺要放二到九個盆栽才有效果 最好種在家門入口或陽台等空氣對流的地方 而空氣清淨機最好擺在你常常活動的區域 不是離很遠的角落才比較有效 另外也可以在西風口處包一層廢石 費時綠網我們剛才提過它是一個蠻便宜的一個東西 有點像火星炭 它包裹在空氣清淨外面的話 它可以更降低這個甲醛的效果 那空氣其實在綠網 就是在TBO在甲醛跟繪畫性有機化合物 跟微粒化合物這方面都可以有很好的降低的效果 美國環保署的研究報告顯示 室內空氣污染的嚴重程度 可能是室外污染的二到五倍 最佳的行為和空間比戶外更容易改善 從生活做起 為健康呼吸找出路 真的不能不注意 肺癌已經連續16年居十大致死癌症之首 這五年死於肺癌的人數每年平均都超過9000人 甚至這兩年還有更多人來到9600多人 9700多人 而2020年國人花在治療肺癌的醫療費用支出 更是高達了193億多 但其實面對這個沉默的隱形殺手肺癌 透過LDCT肺癌篩檢 可以揪出早期的病灶 早期治療救命效果是非常好的 我常講說肺癌是新國病 每一年有一萬五千人診斷 將近一萬人死亡 其實比我們的新冠肺炎嚴重很多 以前我們癌症死亡原因的第一位都是肝癌嗎 但是這十幾年來已經是肺癌 男性女性都是肺癌是第一位 海先生請您雙手上局 放上面 手借位一下 在排放這個位置 等一下我們要麻煩練習一下口令 我們的口令會請您吸氣避氣 吸飽避住大概六秒鐘 在開始前放射師會先細心的解說 檢查過程中總共會避住氣三次 前面定位後面掃描 就開始兼定位正面跟側面 因為他要必須知道這個病人的體後跟寬度長度 我們才會決定畫整個肺的範圍 因為我們的原則是不希望民眾接收到多餘的劑量 LDCT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 檢查時間短而且相當精細 最少能夠發現0.3公分的病灶 因為胸部X光的死角相當多 高雄小港醫院胸腔內科醫師陳黃琦 不久前遇到的病患就讓他很感慨 工廠他每一年都會做健康檢查 可是健康檢查目前的項目都是叫做X光片 那X光片做下來之後 當時打的報告全部都說沒事 可是這些員工 有兩個 這些員工過了3個月到6個月不舒服 後來再去重造一張X光片 都已經被診斷叫肺癌第四期 這樣落差很大 從沒有到第四期 這是落差很大的 根據衛福部的統計資料 顯示肺癌從94年到109年 已經連續16年是十大癌症死亡率的第一名 來看最近5年的數據 105年死亡人數9300多人 到109年有9600多人 肺癌在所有癌症死亡人數中的比例 就將近20% 而肺癌是癌症的三冠王 死亡率第一 晚期發現比例最高 也是醫療支出花費最多的 其別的轉移是改善肺癌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其實你要降低肺癌的死亡率 最重要的是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而不是後面的標靶治療 化學治療免疫治療 因為這時候病人要花很多的醫療資源 然後受苦 診斷肺癌的時候是大概六成以上都是在第三期第四期 那你想想看第三期第四期 他治療的效果當然不好 因為你第一期的病人開完刀 他五年的存活在80%以上 那小一點的話95%以上 那假如是在第三期第四期就降下來 到第四期可能只有10%五年的存活 中原院院士楊炭池帶領17家醫學中心 進行台灣非吸菸者篩檢研究計畫 從一萬兩千人的低劑量電腦斷層篩檢報告來看 第一輪有2.6%的人確診罹患肺癌 而其中96.5%是零到一期 這份研究可以顯示LDCT是及早發現肺癌的利器 還有非吸菸的肺癌比例真的不低 其實台灣有一半以上的肺癌 不是因為吸菸引起 如果難以阻止肺癌 就要想辦法增加篩檢出第一期患者 減少第四期 網播主持人蕭童文 2021年第一次做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 確診肺腺癌零期也就是原胃癌 我的醫生在當下就告訴我 他說這真的非常的常見 因為他們是專門做健檢的醫院 他說他們一年至少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毫無任何症狀的情況之下 透過肺部低劑量電腦斷層 而檢查出來有早期肺腺癌的 每年至少30到50位 30到50位 這只是一個健檢醫院照出來的量 而且他說幾乎90%都是女性 很多人都問我說 你是不是會喘 你是不是咳嗽 你是不是哪裡不舒服 你才會想去做這個檢查 我說沒有 真的完全沒有 一點疫症都沒有 肺癌是隱形的殺手 胸腔外科迷 陳靜欣也認為 防治新國病低劑量電腦斷層篩檢補 政府必須盡快推動 我們除了說確定哪一些人應該要做 還有說做完之後 我要怎麼樣來評估你這個變變 國家沒有先訂好 這一些追蹤的一些條件的話 那去做的人就很緊張 我常講我們的肺部跟我們的皮膚一樣 如果你用放大鏡看沒有完美無瑕的 那低劑量電腦斷層就等於是放大鏡或是顯微鏡 所以當我們用低劑量斷層去看你的肺的時候 幾乎一半以上的人都會有肺結結 目前國民健康署和四個專科醫學會開會初步共識是 肺結結在0.6公分以下是追蹤不處理 0.8公分以上看起來有懷疑可能要切片必要時手術處理 0.6到0.8公分是有變化再處理 因為並非有肺結結就是惡性腫瘤 定出標準才能避免恐慌 而現在還難以定案的就是 到底要補助哪些人作為低劑量電腦斷層的篩檢對象 這就牽涉到經費和認定誰是高風險族群 每一年的健保大概花將近8000億的預算 可是國民健康署恐怕只有一百分之一 所以你用這麼少的預算要去做所有的 腮檢癌症的篩檢跟政策的擬定 其實是不夠的 尤其是像肺癌我剛講 LodoCT就是需要比較多的經費 它所有藥物跟治療項目的總和 一年就要花掉我們160億以上的台幣 你可以想像嗎 他所花的錢竟然160億這麼多 比國民健康署一年的經費還多 所以說 如果我們能夠把晚期的變早期 他可以減少健保的支出 所以理論上健保應該也可以 挹注一些經費來做篩檢 小腹難為無名之吹 109年健保總額已經達到7526億元 但看看國民健康署的一年預算 差不多72億元 台灣在前端預防的投入 遠遠不及後端醫療 當肺癌已經是公認的新國病 當台灣人口結構已經是死亡人數 不高於出生人數 那強化防治的腳部刻不容緩 我是秦林謙 感謝您的收看 台灣新國病肺癌之密特別報導 我們再會 雷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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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雷菇 雷菇 秦itta 雷菇 安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